嗨 开始前线问一下各位小伙伴 你有多久没有打开家里的电视机了 那大部分人上一次打开电视机肯定还是在上一次 如果说有一款电视可以毫无违和感的自动隐藏在家里 那会是怎么样的感受呢 三星这个品牌它之前有过一台奇葩的电视 叫做画镜 当你给它打开环境屏模式之后 就可以完美的隐藏在家里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在家里放了一张画 别家的大电视都在不停的提高亮度刷存在感 为什么三星反而还搞上了隐神术呢 真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那为了搞懂三星这波操作 我一下子就搞到了这款55寸版本的画镜电视 给小伙伴们解答一下 在简单组装完成电视之后 我发现这个电视它不仅功能点奇葩 而且它的外观更加奇葩 侧看一圈一个大大的S型 使得电视中间窄两头宽 官方认为啊 上面这个大平台是可以放点花花草草就装饰的 让你的电视看起来更加不起眼 好家伙 这属于是买电视直接送你一个电视柜了 那么理论上呢 这个电视它是可以去掉支架直接使用的 但我猜绿群后 是不是就可以叠好几层三星电视同时使用啊 不过呢 我要提醒你了 这是一块塑料外壳 太重的东西你就不要抱太大幻想了 内嵌的4K120Hz QLED的磨砂屏 看起来质感确实不错 它有抗炫光的功能 即使家里有直射屏幕的光源 也不太会影响你看视频的一个感受 当你和我一样调整到单张的海报 当壁纸 实际效果看起来就像画一样 不过电视呢 它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动起来的效果 这才是硬道理 那首次开机呢 它没有现在横行霸道的开屏广告 这方面三星真的是遥遥领先了 打开就是三星专属的泰泽系统 店面非常的简洁 基本上就只是保留了APP的图标 在播放码率超过18MB的4K资源中 电视也没有出现播放断层撕裂等问题 在暗部细节以及人物肤色的处理中 它都非常的不错 尤其在色彩丰富的场景下 它支持HDR10加的影片 能够真实的还原出物品本身的质感 不过因为三星自己的原因啊 大家都知道 它并不支持杜比世界的模式 在网飞它无法点亮 不过好在呢 它具有自家的HDR10加格式可以支持 在点亮这个模式之后 观影效果就有了质的提升 对比索尼电视的画面 它基本上不相上下 除了单靠偏远体质 电视也能通过操作设置中的 标准、动态、电影三种模式 来保障各位在不同的环境下的观影体验 在电视拓展可玩性上 三星像是把做手机的设计 硬搬到了电视上来 背面消灭各种可看的线蓝与接口 即便你的理线能力一般 但一块背板 就能够拯救所有的强迫症患者 眼不见未尽嘛 说到拓展接口上 HDM2.1、USB2.0光纤接口 这些都不能少 其中最强的HDM接口 还可以开启4K 120Hz 来打游戏的话 实测连接PS5等主机 延迟虽然有 但是影响不大 比较好玩的还有一点 那就是如果你用过带NFC连接功能的耳机 那三星的这个放置连接 你应该不会陌生 只要你的手机支持NFC 然后放在电视上 就能听到一声 发现电视它可以播放手机中的歌曲 同时到电视上 你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看的音乐背景墙 当然啦 如果你想要发挥全部的电视性能 你直接安装网飞等其他地区的应用 是行不通的 因为泰泽系统它是完全封闭的 只能国内和其他地区应用 二选一安装 国区内置的应用市场 可以下载一些流媒体软件 像是爱忧藤 但是对于有些明确观影需求的用户 国区呢 它就丧失了 HDR10加 杜比世界 UHD4K等中高端电视的优势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考虑去转区 或者是购买电视盒子 想要知道如何转区安装 这里给大家简单的教一下 那这期的图文版 以及其他电视的安装包 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 太空工坊 简单回复 直接找到 在操作之前 我需要再叠一下甲 如果不是真的喜欢折腾的小伙伴 那你就先不要转区 毕竟操作难度非常复杂 麻烦 转区电视 脱宝 变砖 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好了 劝完了 那第一步 你需要准备两个东西 一个是港区的海克斯科技魔法 另一个是支持 红外传感器的安卓手机 或者说是一个三星的工程耀控器 第二步 需要电视进入工程模式 这里我用手机简单操作一下 电视长量模式下 依次按下 S1 S2 进入工程模式 一个新界面 强烈建议大家都用手机进行拍照记录 防止在更换区域后 哪一步对不上了 导致你的电视出现不可挽回的致命问题 接着用方向键 跳转至Option选项 按下OK键进入 之后你就可以看到 LockSite的选项是CHIDTV 代表当前为国序设置 继续移动到MRT Option选项 使用遥控器返回到上层彩单 移动到Production Option选项 按下OK键进入设置 第三步更改屈服设置 以上几页拍照保存之后 遥控器返回到上层彩单 选择移动到LockSite选项 并按下OK键进入 在弹出的LockSite List列表里 移到你想要切换的地区代码 美区选择ADAUR 港区选择HKJDTV 之后按下遥控器OK键 就会自动返回 接下来的步骤会很关键 再次进入到MRT Option选项 进入语言选项 并确保此处参数显示为中文 返回后进入地区 并确保此处参数显示为亚洲 其余的参数按照之前拍的照片 依次复原即可 Production Option和Engineer Option同理 接下来按下遥控器的电源键进行关机 随后等待10秒再次开机 使用遥控器依次选择 设置 支持 自诊断 重置Smart Hub 输入平码0000后 系统桌面会重启 重启之后光标移动到Apps 会弹出同一条款页面 这里的系统语言本应该为中文 有可能是网络选项没有设置 使用电视原厂遥控器 在同一条款页面 依次按下静音 音量加 频道加 静音按键 电视会弹出网络服务位置设置选项 使用遥控器移动光标到 你想要切换的区域选项 比如美国或者香港 之后你耐心等待返回到同一条款页面 再依次打勾确定 直到最后一步成功激活 这样你的三星电视主页面 就会有海外流媒体 那么恭喜你 你的三星电视已经成功完成转区了 不过除了转区 之前不是还提到了 可以连接电视盒子使用吗 那么三星电视配合上Apple TV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当依靠优美动效文明的Apple TV界面 再加上画镜电视独特的画框设计 观看TV端流动背景 确实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电视的新鲜感 我认为三星这款画镜电视 更像是一个装饰品 而大多数人买电视是为了观影的需求 是想让电视成为全家的活动中心 然而三星画镜电视告诉你 我不仅可以成为全家人的中心 而且还能引起亲戚朋友的灵魂拷问 你这电视蛮不错的 买来多少钱啊 购买一台电视 不就是希望它放在家中的时候 能够显得足够美观大气吗 那影响电视观影时长降低的最大因素 我觉得不仅仅是短视频和手机的普及 更多的还是 你到底会腾出多少时间拿去观影 甚至愿意专门花时间 打造一个只观影的家庭影院角 话说回来了 你会为了它的颜值而买单吗 你会花上万块钱去买一款 看起来并不那么奇眼的艺术电视吗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银河录像局 我们下期再见